祖上腿 那次好痒 祖上腿那次好痒 我们又看到那个暗主 魔兽师的那个暗主 祖上腿那边系了一根绳子 系了一根绳子 祖上腿系了一根绳子 然后他站在一根独木 独木桥 应该是独木桥也好 独木也好 反正一根独木 然后从独木上走过 从独木上走过 走的时候 因为绑了一根绳子 这根绳子绑在腿上面很碍事 一个 绑在那边的时候 那个绳子有毛刺 因为原来早年的那个绳子 在练习啊 在练习啊 在练习的是个棋暗暗暗 棋暗暗 但你还得忍啊 不忍的话 不忍的话就 你手一摸 十七平衡就从上面掉下来了 从独木桥站 你独木桥站 掉下来了 痒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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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痒痒痒痒痒痒痒不得了 痒痒痒痒不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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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痒痒 所谓的魔法 有好多就是里面的杂技 所谓的魔法里面有好多杂技 但那个杂技就是一个技能 一般的人为什么不会呢? 这个是经过自己口练才成功的 你比如说走多木桥要平衡 不是每个人都能走的 都是不断信念不断信念 从多木桥上不断塞下来 不断塞下来不断塞下来 那么逐渐逐渐练练出来的 所以那个讲到的魔法杂技之类的 它是混杂在一块的 也是多技能混杂在一块 也就是他的前辈就告诉现在的后代 就告诉他 他是多技能混杂 有好多技能混杂在一块 然后才就像一个人 又会好几种技能 这个技能那个技能合在一块的时候 人家就感觉这个人是超人的 所以告诉他你不要太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魔法宝典看得太 太神明了 就是各自个人的杂技 杂技他把那种杂技就任何在一块 任何在一块的时候 在表演的时候一会拿出这个来 一会拿出出来几个动作的组合 实际上是这么一些 是这么一些 他呢这个在那就是告诉后代 他们是苦练出来的 苦练出来的 实际上 那个安德娃 他从小 他的前辈 他生下来他的前辈就开始练练习了 所以一生下来就给他练那个魔术 眼睛一掌 给他练东西 骗过观众 你看不吃东西 所以连续五个月没吃东西 神经就是在练习啊 从小开始给他练 从小开始给他练 但是因为一个在阴间 一个在阳间就不知道嘛 所以搞得阳间的人很矿暴 神经就是练习的就是练习 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所谓的技能技巧 就是从小就练出来的 爱不就是从小被训练了 这个训练是在灵界被训练的 被在灵界被训练了 所以他自己不知道 只是说他将近从小感觉这个好奇怪 是在训练列出来的 好 那就知道了 那就是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说留下的那个 留下的那个叫宝典啊 留下的那个宝典 是不是在后续的领埋上 肉肉细细释放出来 也可能啊 那就把我盘坏了 好 知道了 好 知道了 好 再见 再见